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医生勿将十万收礼清单发微信群 歪打正着中国医界潜规则 广东省汕头市中心医院一名内科主任 中秋节的收礼清单近日意外曝光 礼品价值超过十万元人民币 涉事医生已被院方停职 有业界人士认为中国的医疗体制一日未改变 是很难杜绝医护人员的贪腐情况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汕头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黄斌 将一份中秋收礼清单误传到微信医生工作群 送礼人数涉及30人 礼品包括现金及名酒等 目前院方正在调查事件 而医生黄斌已被院方惩罚 又指已对医院其他医护人员进行教育 曾经是神经科医生的徐永海表示 在中国医生收红包的情况多年来至今都存在 虽然中国一直都强调要打击医护人员 收红包礼物的贪腐情况 但是中国的医疗体制多年来都存有问题 一直都没有改变 以致医护人员的贪腐问题越来越严重 加上中国社会往往以行贿来解决问题 这种思想已经根深蒂固 所以政府根本就很难杜绝贪污的情况 徐永海说 这个社会的体制没有改变 整个社会都是这样 你说让这个医护人员独善其身肯定做不到 中国的这个医疗体制基本上是自费的 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的大医院 基层的医院农村的医院没有这个设备 我们病了只能到这几个大的医院去 病人就希望花的钱能够解决问题 治不好得花更多钱 他就不踏实 他就要送点礼 医疗体制不解决导致这种现象 上海长期病患者马女士表示 他曾经接受手术 可能没有给予医生红包手术 重复多次才能完成 他指无论是政府也好 院方也好 即使发现有医护人员收受利益 只会从轻处理 而这间汕头市中心医院 院方只是对涉事的医生暂停职务 他认为惩罚太轻 未能起到警示的作用 马女士说 我就是作为一个病人 我就曾经深受其害 我认为这个是违背医德的 是不道德的 收收红包到什么程度 如果收到一定程度的话 就是构成违法 那就必须得坐牢 据中国媒体报道 这份中秋节的收礼清单 所送礼品包括月饼 茶叶 酒水 海参 雪茄 一万元港币 及一万元人民币等等 黄斌在发出两张工作照后 又发出了一张手写清单 清单写明中秋收入 送礼人姓名及礼物明细 均有详细记录 事件不断在网上发酵 有网民表示 医院非常黑暗 又估计如果黄斌 没有将事件错发上网 估计他还会收礼 一直收到退休 看来这种事在公立医院 已经成为常态 有网民表示 这是无意中发现了 收礼清单 只是冰山一角 而未发现的还有多少呢 院方其后发公告指 黄斌的行为 已造成负面影响 尽管其本人深刻反省 并已退回礼品及礼金 但院方仍决定 给予黄斌行政纪过处分 并在全院通报批评 院方并提醒 医院员工要引以为戒 要遵守法律法规 和职业道德规范 要连结自律 连结行医 以上是豆豆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